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老师 老师你说你一年大概可以写两本 大概可以写两本 目前的能量 但是也许再过一些时候 我就变成要拉长时间了 可是我刚刚有跟他说 一方面我非常佩服他 因为你知道他的每一本 都是扎扎实实的一本 就是里面的内容都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我是觉得非常的辛苦 一年如果产出两本像这样的著作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站在读者的立场 我又会觉得一年两本 你如果再把时间拉长 我可能也会等不及 因为目前我们进入到的系列 其实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 就是老师是 老师你是哪一年 那个去年初 去年一月 内在英雄是去年一月吗 去年一月 好那时候呢 让大家搞清楚 原来我们有六种 对不起我们已经跨年了 前年一月 前年一月嘛 对 前年一月 对成为自己的内在英雄 那本书里面呢 让我们每个人去做过了 一个检测之后 知道自己的内在的人格原型 有六种 有主原型跟次原型 后来老师当时就讲 在那本书里面呢 虽然大致的 让大家 第一个是让大家了解 原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人格原型 有六种 那我主要 呃 我主要的原型是什么 我在那本书里面其实 搞懂很多事情 我必须要这样讲 搞懂很多事情哦 那但是呢 就会觉得好像每一种原型 都还不够 我还想要知道更多 所以老师接下来就 一本一本的针对 六种原型的每一个原型 都出一本书 是是 所以呃 那时候一开始 我们先来讲六种原型 哦好 就是第一个是天真者 当然天真者我没有特别专输啦 因为天真者就是我们出生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儿童时期最熟悉的 对这世界有幻想啊 理想化啊 然后过度的去 呃美化这个世界 那所以我是从第二本孤儿开始进入 因为孤儿是我们受创的开始 那大部分你会开始想要了解你的自我 或者是了解你到底跟这个世界的互动 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要从孤儿的阶段开始 意思你要开始受到创伤 你要受到背叛 你要有感受到失落 所以这种痛苦感会开始让你意识到我的存在 嗯 所以这算是一种 其实从呃表面上来看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困境 但是从内在的自我成长发展来说 它是一个礼物 嗯 那当你在孤儿原型开始往前走 你开始知道说 我不能一直都跌倒 倒在那里 然后都不站起来 我开始站起来往下一步走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流浪者了 因为流浪者的意义就是你要开始用你自己真实的体验 第一认识你自己 第二认识别人 第三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 所以你会开始跟各样的人去接触各样的人去认识 然后你也了解 哦这个世界原来有这个世界运作的方式 嗯 那当你开始具足了力量 那你也开始具足了你的知识 嗯 你的能力 那你就会进入到所谓斗士 因为斗士就是你要开始为自己奋勇啊 你要开始建构你活在这世界上的所有的本事 包括你活着的很多需要的一些 包括你的一些物质 包括你的经济 包括你能够有能力 就是自己自主还能够去照顾别人 嗯 所以在斗士的阶段你一定是非常的奋勇啊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当你足够了 自足了 你一定会想说那我要如何贡献给别人 我要如何能够给我的下一代更好的生活 嗯 这个时候你会进入到殉道者 嗯 殉道者就是开始给 嗯 付出 好你看有一些人他们在企业上很成功 他一定想的是 那我要为这社会做什么 嗯 我要成立基金会吗 我要去帮助一些偏远的儿童吗 嗯 我要去帮助一些可能家境上有困难的家庭吗 好你这个就是说 哎你有能力自足了 你就会开始想要去贡献付出给别人 嗯 所以他就是一系列到最后一个第六个原型的一个锻炼就是 哎你成为一个呃独当一面 然后你能够有一点心想事成 你可以随着你自己的愿望 你自己的心愿去达成你这个生命这一路上的自我实现 魔法师 魔法师 老师我觉得我会不会一辈子走不到魔法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哎呃我们听众的我们的专重重实听众呃 我们现在是在帮你review一下 对 因为这个之前我们都聊过很多次 可是你知道每一次听炫慧老师讲都会有新的体悟 那也会有新的担忧是真的那这一本我们今天要讲的惯性讨好 呃我我怎么觉得其实训道者在这个这个六个原型人格当中 哎你有没有去统计过大部分这六种原型里面最多的是哪一种 呃如果以华人社会或者是华人的文化下的影响性 其实训道者很多 但是假的训道者很多 假的训道者吗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讲到假的训道者吗 对其实讨好就是假的训道者 所以你一定要过这一关你才会变成真实的训道者 那训道者还是有他的价值也是有他的意义 但是我们要真实的能够成为 有东西可以给人家的人 而不是为了某一种制约啊 某一种小时候的命令啊 然后你为了说害怕被遗弃 所以很多的假的训道者其实是从孤儿的状态上来的 因为小时候就情感缺失 他以为只要我一直给你你要的 我一直要满足父母亲的命令 那父母亲应该会关注我了吧 然后父母亲就不会威胁我 他们不要我了吧 白生我了吧 所以他从小就活在一种所谓依恋关系的不安全感 对于自己在关系里的生存的价值 其实是觉得非常的怀疑的 所以他很容易去从别人的脸色 所谓查研观色 从别人的脸色里面去揣测说 我现在够不够好 然后我可不可以在关系里安心 然后你看起来不开心是不是我的问题 我是不是做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了 你看其实他非常的恐慌 非常的焦虑 所以这种训道者你觉得他会真的有能量去给出去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真的走不到魔法师了 所以要从假的训道者要有办法跨越 那个界线 那个坎变成真的训道者之后再往下一步前进 那今天所以老师这本书为什么是以讨好为主题 其实就是要我们进入到训道者的这个阶段来看 那刚刚其实讲到了一些大家可以稍微先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会常常不自觉的迎合他人 无限度的付出 一再的妥协或退让为的就是以和为贵 我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 这也是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会觉得以和为贵 过去啦 那希望说大家都心满意足 他也开心他也开心 大家都开心 可是回过头来夜深人静的时候觉得 自己最委屈 对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 所以没有界线的善良 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讨好 用隐忍跟顺应来回避不想面对的冲突 到最后你可能会失去自我在关系里面受苦 老师的这本惯性讨好 要让你看到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还有怎么样让大家一起找回自我价值 学习量力而为 其实讨好的人在老师的书里面一开始 就开宗民意就有写到 其实最根本你要讨论议题是存在的价值 没错没错 就是我到底 我到底我的存在到底有什么价值 是 就是说当你在小朋友的阶段 你不可能那么清楚自己的价值嘛 我们自己能不能好好的活着 我们活着有没有真的被喜欢被爱 这当然都是从你的家庭跟你的父母的对待 去感受到 那对于一个儿童时期 其实最重要的是安全感 我们还没有找到什么叫做生命价值之前 我至少要觉得我在这个家庭 我在这样子的关系里 我是很安全的 我不会常常要感受到情绪上的威胁 我不会觉得说好像我在情感的需求上是一直很匮乏 然后我的可能环境中常常有一些讯息就是 你如果要得到他们的关注或者是他们的重视 你必须要拿什么东西来换 所以有很多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以为他要换 就是说除了很会听话做家事 另外一种孩子就是他常常会以为 父母要我功课好我就用功课去换 所以就变成他的生活都是忙着去读书 忙着把功课考好 然后名次他觉得有一个第一名 或者是全校的前十名 他才觉得说好像可以跟父母去 要得父母的肯定跟夸赞 可是又往往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的父母会是说 因为这样子的父母其实就是我们在书里面也有提到 这样父母比较权威式父母 或者是比较高压式父母 所以对他来说你做到就是应该的 所以他们还是得不到 所谓父母的肯定跟重视 所以我自己遇过有非常多当事人 他们真的是中期一生 我真的跟你说中期一生 甚至他们现在有的 我的当事人都已经六七十岁了 中期一生还在问的是 为什么我的父母还没有真正的肯定我 他们还在等他们的父母肯定他说 我们生下你真好 那甚至有一些人他的一些童年创伤就是 他都听过他的父母跟他说 我真后悔生下你 我为什么要生下你 然后你对这家有什么贡献 然后甚至这个父母可能动不动就会把 孩子不照着他的意思做 就把他视为是个自私 你这个自私的小孩 你这个不孝的小孩 所以以至于说在我们的很多 早年的亲子关系里 其实这个不安全感就一直跟着这样子的人走 那所以你说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从他的原生家庭就已经感觉到不安 他到后面更大的人际世界 他要如何觉得安心 他就更困难 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一集有可能真的会敲到你的 内心最深处的痛处 但是疗愈的过程 就是要经历这些 所以我们待会会有一段时间的休息 因为我们要进广告跟新闻 可是呢 我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 待会呢 你可以先上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 正在直播的节目就是生活同乐会 看一下因为我们要让你来做一下 我有讨好倾向吗的自我检测 我们会把这个线上检测的连结 放在我们YouTube正在直播的这个影片 直播的视讯当中底下的留言区 我们现在已经有蛮多的这个 听众朋友已经上去做了 等一下我们在这段期间 可以帮大家一起来解析一下 那我也会趁着这段时间做 那做完之后呢 等一下我们在新闻过后 回来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进入来看看 这个讨好倾向 各类型不同的讨好者 好休息一下 大家赶快上YouTube 一起来做一下这个检测 等一下再聊咯 今天礼拜四的男女大不同 非常开心 我们请到的是 自我疗愈心理专家苏宣慧老师 老师带来了第26本 他的著作惯性讨好 刚刚我们在这个 10分钟的广告时间 非常非常的忙碌啊 因为我们还有YouTube上的朋友们 大家都一起在进行 老师给我们的两个线上的测验 一个呢是来看看自己 是不是有讨好的倾向 那而且很有趣 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呢 会需要去分别一下 一般的人际关系 或者是对于你重要且在乎的对象 虽然题目是一样的 但是你心里想的人不一样 你做出来结果就不一样耶 像我刚刚做出来的结果 在一般的人际关系当中 我在乎的是平等跟对等 尊重 可是在我关系跟我重 觉得重要的对象里面 我其实是 在乎关系 对 胜过自己 胜过自己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 会有 比较多的付出 对 会觉得累 所以很有意思哦 大家可以去做一下 那我们现在在YouTube上面 一样这个连结都摆在上面 那另外一个练习就是 之前我们曾经做过的六种内在原型人格 看你是属于流浪者 都是殉道者 魔法师 还是孤儿 还是天真者哦 那跟两年前做的可能会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现在也都还可以上来我们的YouTube留言区来看这个连结 那另一方面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关系讨好 老师我们刚刚有好多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 呃状况嘛 对 是不是就是两种 三种 就三种嘛 一种做出来是在乎自己比较多 对不对 其实是五种 五种吗 会有五种哦 对会有五种 哦哦哦 那这五种大概会是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书 好 就是最前面 来 因为其实它是个光谱 就是我们的自我跟关系 它就是我们很像天秤的两端 对 那所以如果说你对关系其实是比较 应该是这边对不对 对 分数的 分数的检测结果 对 你对关系如果是比较 在乎的话 那我们就看你的在乎程度 那像刚刚童文的在乎程度是 胜过自己多一点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们是在关系里完全失去自己 所以那就两种了 对 然后第三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比较平等对等 他就是要讲求平衡 在自我跟关系里就是缺一不可 然后他也不会只顾自己好 他也知道关系的另外一个人也要好 就互惠为原则 但是另外还有两边的另外一端就是 嗯 重视自己爱自己多过于关系 嗯 那这样子的人通常啊 就是他在关系里有失望过 但是他的失望他就会比较是调整说 那我就对自己稍微的照顾一点 或者是我不要去求别人 嗯 我去期待别人是容易受伤吗 那我宁可就是把我自己顾好比较重要 嗯 所以他对关系就比较少去关注 或者是少比较少去感受别人现在的状态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你觉得真的真的超自私的 都不会别人想 大概就是落在这一区 对 还有一个极端 还有一个极端 在更多的你觉得说 哎 怎么跟这个人都搭不上线 他好像真的活在自己的一个外太空 或者是自己的星球上 那个就是说他完全回避跟抗拒关系 嗯 他完全不想要有关系 所以你不管说什么 我都完全没有回应 而且我完全无感 嗯 那这些人应该 如果真的是在这个极端值 嗯 我觉得两个极端值 一个就是如果你做出来是 抗拒及回避关系 也就是如果你是用书来做 呃 老师的关系讨好 其实一开始进来就有呃 检测 在这里你可以很清楚 我看到自己是几分 就是那个分数是几分 比如说三十二分 你是清清楚楚可以加的出来的 那如果你是透过线上的检测 很快 但是你你会知道自己是落在 0到20 呃 20到40 40到60 60到80 80到100 哦 五种不同的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分数的 详细的数字 但是其实落在那个区间里面 它代表的就是呃 不同的 比如说像是呃 回避关系的 就是抗拒跟回避关系 再好一点过来 呃 宁愿多爱自己 这个是21到40分 41到60分就是讲求关系 平等尊重 那61分到80分是在乎关系 更胜自己 而光谱的最上面 81到100分是在关系中 常失去自我 这应该就是一个讨好的极大值了 那我刚刚讲的在两端 不管是抗拒跟回避 或是到关系中失去自我 我觉得这两类人 其实他们在过去 在关系当中应该都是受到 比较深的伤害 是 才会有这么极端的 对我们通常这个两个很大的极端 他的关系伤害比较是还是童年的创伤啊 童年的情感缺失 那童年情感缺失就容易发展成两类啊 一类就是我我就不要关系了 我完全在关系里撤退 撤离我的情感 因为反正我在关系里面 再怎么期待也都是空 所以他很小就开始在孤立中生长 然后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他就觉得说 那你都一直不关注我 一直不给我我要的 那就代表说我还不够好 或者是我就干脆就是以依赖的姿态 来让另外一个人没办法遗弃我 所以对他来说 他的重点就不是发展他的自我 他的重点就是我要怎么样都顺着对方 让对方就是好像有点摆脱不了我 或者是让对方好像 成为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存在 那我就不需要特别的去 在乎跟关注我自己了 所以这些都是跟你的童年的 原伤是有关系的 所以各类型的讨好者 其实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 做一个分析 比如说各个类型 我们现在其实把讨好者 又分成了很多不同的类型 对因为你讨好的形成 还是会有很多复杂性的因素 而且你之所以会展现出 或者是演化出讨好的生存机制 主要还是跟你在你的成长过程 甚至你的原生家庭 到底你敢知道什么 这个是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就是用 你可能童年所生长的环境 跟你的世界来辨识 或者是来分别不同的讨好类型 所以讨好类型我们可以从 如果因为大部分都是跟原生家庭有关 对不对 那所以什么样的状态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类型 有一种啊 就是我书里面一开始就提的 有一种就是家庭的爱不足 然后他对于这个健全家庭的概念上是不清楚的 但是他就以为说都是因为他的错 比如说有些家庭里面父母亲 他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要有这个孩子 所以当这个孩子出生之后 这个可能其中一个父母亲就觉得说 因为这个小孩 他自己的生涯牺牲很大 他可能觉得说都是因为生下了你 所以我现在就没有自己的梦想 然后我就有很多的牺牲 所以他就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孩子 充满了很多指责 或者是觉得这个孩子来破坏他的人生 所以这样其实等于说 他有一个很像原罪的感觉 他一出生就抱着亏欠 像如果你因为性别的因素 因为长相的因素 因为生不逢时的因素 然后你都以为说你生下来就变成这个家庭的麻烦 跟家庭的亏欠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成为讨好者 对因为你就带着亏欠 在过着日子嘛 如果是以这个台湾早期的名字 叫做朝地啦之类的 可能就是你刚刚所说的这个 带着性别的一种 风起啊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家庭爱不足 缺乏健全关系认知的讨好者 是老师在书里面 这个惯性讨好的第一篇 扭曲的善良里面 写的第一种讨好者的类型 是 老师先讲为什么是扭曲的善良 因为其实我们当然人性上都有善良的部分嘛 但是这个善良有些时候 当你还没有学会界限的设立 还没有学会你有自主选择权的时候 你这种善良会被利用 或者是会被支配 比如说我们在小朋友的时候 我为了要去呈现 我是一个够好的小孩 够乖的小孩 我这个乖是没有界限的哦 我的乖就是只要父母说的话 我都要听 只要大人说的话 我都要照做 所以他的这个善良 等于说其实包含着天真 所以这种善良 其实就不是真正有强壮的力量 没有那个自我的一个完整性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善良必定是扭曲 因为他会变成是一种 可能用牺牲用委屈的形态 开始去展现出来 而不是真的回到一个善良上 其实善良里面是需要有良知的 所以你必须要能够分辨 什么真正是正确 什么确实是错误 可是有些人他其实为了要在关系里面 得到这种安全感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辨识 所谓的正确跟错误是什么的 但是我们看到哦 刚刚讲的第一类型 家庭爱不足 缺乏健全关系认知的讨好者 跟第二个用无尽满足 及顺应维系关系的讨好者 这当中其实我觉得很像 对讨好者的这个家庭的形态 都有点像 但是细分还是不一样 第二种类型主要是在讲说 家里有一个情绪比较威胁 或者是比较有情绪暴力 精神暴力的一个父母 然后这个父母 因为只要不要照着父母的意思 做的时候 这个父母就会用强大的情绪 做情绪上的威胁 甚至可能会用一种好像我们说的弱势控制 弱势控制就是说 我已经没有人在乎我了 连你也不在乎我 我还不如怎么样去算了 就是说他会用一种好像 他是一个弱势者一个无助者 他是这个家庭里面最卑微的人 如果你不知道他的意思说 他大概活着也没意思了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大概没办法思考 你会被那个情绪控制 然后你会觉得这个情绪是最不安全的来源 所以我怎么样顺着他 赶快顺应他 我顺应他让他情绪没事 我就没事了 我知道了这个不太一样 因为第一种 比如说他是来自于一个原生 你生下来的身份 身份 性别 就像老师其实在每一种讨好者当中 都有写一个故事 就是用一个例子来代表 比如说像在刚刚讲的就是 家庭爱不足的这个部分 就是一个女孩 但是爸爸希望是儿子 可是他是女儿 所以爸爸就会常常对他说 你这是个赔钱货 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一个讨好者 可是第二个刚刚讲到就是 我们现在讲用无尽满足 跟顺应维系关系的讨好者 这样的就是一个男生 他是长子 对 那他底下还有弟弟 对 然后呢在家里面可能 母亲是母亲还是父亲 母亲 母亲可能会有 其实这个在好多家庭都有 对 母亲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压力 或等等的情绪会发泄在 这个上面 所以他为了要安抚母亲的情绪 而去顺应 对顺应 好好好没事没事 然后就照着你的意思做 或你要什么都听你的 所以害怕冲突的童年 一直到长大之后就会变成一个 真的在任何关系当中都害怕冲突 变成一种隐忍状态的讨好者 没错 这两个其实虽然都来自于家庭 小时候的一些状况 可是其实戏分是不太一样的 好再来看看第三种类型 第三种类型叫做 回避内心冲突 无法与相辈意见共存的讨好者 就是这个比较是在高压跟权威的家庭 高压跟权威的家庭 因为他的声音跟他的规范标准 是绝对性的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小孩有说 为什么我要的时候 那个为什么我要 可能就会激怒这一个高压的权威者 所以这个高压权威者 可能就会是用很大的一个压迫 或者是很大的一个羞辱贬义 来让你感觉到说 只要你跟我的意见不同 我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惩罚对着你 所以对他来说 只要感觉到不一样的意见 他就会很不安了 只要不同 所以他会立刻去认同 或立刻去同化 成为别人那个声音 等于说他很快就会放弃 他自己的立场 跟他自己的感受了 所以在这一篇里面 老师提到的一个故事 是父母亲都很高压 比如说这个孩子很小 他其实很小 还是孩子天生就是会有撒娇 或是这样子的一种天性 但他只要有撒娇啊 想要耍赖一下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会怒目相识 或是非常严厉的说 你想成为害小孩吗 我们家没有这种孩子之类的 那这样子他就可能会 生存在一个不敢 对 有不同意见 就我没有办法跟不同 就是不同意见 我的声音不可能存在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种 可是都在家庭里面 都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其实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 在听的时候 有没有开始回想到 自己以前的童年 是在哪一种家庭关系 其实都很相像 但是其实你细微去看 是不同的 而这些不同其实也会 造成你的讨好的 这种类型不同 跟如果我们要讲 严重程度不同 对 好 所以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还有 另外的几种 讨好者的类型 包括追逐完美 但是实际上是 第一次尊倾向的讨好 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聊 今天礼拜四的 男女阿不同 我们来聊的是 惯性讨好 从今天节目一开始到现在 你觉得自己 是一个讨好者吗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关系里面 常常会觉得委屈吗 还是你在当下 其实并不觉得委屈啊 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会觉得 为什么总是我在退让 有的时候会是这样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会 可是长期以来 这都会变成一种压抑 会让你越来越不快乐 在2022年的开始 我们有没有办法 做一些改变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请到苏炫慧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希望能够做的一个起点 什么事情 总有一个开端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好几种的讨好者类型 接下来要讲的这一种 我们常常会在 我觉得我常常会在 生活当中看到 因为我们常常会 有没有大家在底下聊天 就说我跟你讲 那个人根本就是因为 自卑形成的自大 我们现在接下来 要讲的这种讨好者类型 叫做追逐完美我 实则为低自尊倾向的讨好者 是不是有点类似 这样的情况 其实大部分啊 如果说你是 真的很自卑 小时候常常被羞辱 负面的声音否定 我们大概还是会往两个方向去发展 一个就是真的展现出一个很强烈的自大 甚至是自恋倾向 对 那因为他这样就可以回避 去感受他内心觉得不如人的那个地方 但是也有一类 通常这个跟他的一个主观性的解读 跟主观性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有一类人就是他们也不敢自大 也不敢自恋 可能那个环境又非常的压迫他们 所以以至于他就会觉得说对他就完全认同自卑 他就觉得只要跟我有关 我就是非常自卑非常差劲非常不如人 所以对他来讲他一直就活在一个 非常低自尊的状态下面 但是他又很想要证明他不是那么的差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动力 一个状态 就是我如何能够证明我完美 我如何证明 我就只要你说出口我都照做 只要你要的我都要追逐到 只要你给我设目标我一定都要达成 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去调试或者是去 接受说别人对我有一些不满意 他对于那个不满意的敏感度非常的高 所以等于说只要有人在口语上口气上 只要不是呈现他期待中那种他很完美的一种样子的时候 其实他给自己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如果那一些人还是给他一些否定的感受的时候 哇那他就很痛苦了 这种其实在很多 我们说就是 我这样讲好像有点 我不是要做二分法 但是这个确实是我们常听到的 在一些高度的 父母亲都非常优秀的家庭里面 其实很容易出现这样子的孩子对不对 对因为在交往过程当中父母亲可能对于孩子有非常高的期待 跟极力的栽培 他用的方式可能不是呃像前面用否定的方式去骂你或什么 可是他完全努力的陪伴跟呃付出相当多资源跟心力 所以孩子在一路这样走上去之后 其实到最后也许真的就是进入到所谓的顶大 然后成为别人心目当中非常优秀的 可是他其实对于自我他是非常的没有方向 甚至会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嗯这是很有可能 就是他根本没有机会去真正的意识到他自己的存在 那所以他一切都是被安排 对 然后被规划 所以他活着只要是照着规划走就好了 所以这个追逐完美我 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他自己的追逐 而是他在环境 而是他在这个家庭环境成长环境之下 他必须这样 对而做出这样子 所以必须这样这是一种讨好者 再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更是必须的状态 叫做为求得安全生存 习惯依他人脸色形式的讨好者 是这样子的孩子 其实在台湾还是有一群 就是说他们可能是隔代教养 或者是他们可能是父母都在外地工作 然后交给自己的亲戚抚养 这个也好多 对或者是他可能是在寄养家庭 对他就是没有在自己原生的家庭 所以等于说他其实从他开始有意识 他就是在靠别人的这个帮助 或者是靠别人的一个施舍 在过日子 所以我听过很多的这种例子故事 就是说他们都会说那些照顾他们的这一些大人 当然不是他们的亲生父母亲 常常就会跟他们讲说你的父母都不要你了 你还不听话一点 然后你的父母都不要你了 你还不知道感恩我们 所以他们从小就一直被赋予你要感恩 你如果不感恩 你大概就是这个社会的败类了之类的 那你看他是不是 一来也要觉得有亏欠很抱歉 那二来就是说那个报恩啊 那个感恩报恩的这一种压力 造成他们觉得说 对我都没有自己的权利 我活着我都不能去展现我自己的一个 一个想要或者是我自己的渴望 因为人家能够给你已经 你自己感谢都来不及 你怎么可能还说出那你想要什么 其实我身边真的有听过好多类似像这样子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因为家里面在小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状况 有点类似就是经济上面的状况嘛 所以后来就必须要回到母亲的娘家那边 寻求这些亲戚的帮助 可是在这样子一个寄人篱下的过程当中 其实受到了一些伤害 是 对那而在这些伤害过程当中呢 甚至当他们想要求救的时候 这个这些亲戚里面的要伤害他们的这些人 会说你你你妈妈已经走投无路了 才来我们这边投靠我 你现在如果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的话 那你们就要流落街头了 对有一个威胁 对所以像是这个真的是在求生存 所以大家不要讲说求生存 现在台湾哪有还有什么人活不下去没饭吃的这种生存 不是而是这种我们刚讲到这种状况其实不少 不少不少真的不少 嗯会很心疼听到这种真的会特别感到心疼 对很难过 因为这些孩子在当时他们是没有任何能力去保护自己的 是那过过了这段时间长大之后其实这些都是他的因应 你看到我的朋友四十几岁了跟我讲到这个他十青春少女时代发生的事情之后是泪流满面 是是非常非常令人心疼的事情 好再来我们看到为减轻生存焦虑长期承受精神暴力的讨好者 对这当然就是一个在暴力的环境下更激烈的 更激烈因为像有一些的家庭他们可能里面有一个不稳定的情绪者 那这个不稳定的情绪者他可能是用酗酒的呈现或者是说常常在不稳定的情绪下就忽然间暴怒 然后用吼骂的方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小朋友其实他每一天活着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大事了 或者是其实也没发生什么大事 突然之间可能像我听过的一些故事就是说睡到一半半夜哦睡到一半真的被拖起来 然后可能就是一个酗酒的一个父亲或母亲突然之间就要小孩下跪 小孩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所以那个就是在不稳定情绪下的照顾者 可能带给这个孩子一个很大的心理上的威胁 所以对他来说他都会以为只要我不存在我就是最安全 所以这样子的孩子他无形中就会把自己隐藏起来 隐藏起来的孩子他可能就是很容易在一个团体里面就走到最角落 希望没有人注意到他 或者是他其实不自觉就会停止呼吸 因为他觉得只要没有呼吸的感受他就觉得自己不存在 那这样子的人他就算后来有能力活在这世界上他会工作 他在这个团体里面也会让人家感觉他是隐藏的 他是隐性的你几乎不会感觉到他的存在 那这个其实也是某一种讨好者 因为他等于说他必须要顺应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对他来说是有很大的威胁 可是他还是得在这个环境里活下去 这个其实家暴 是 经历过家暴家庭的这些孩子 基本上很多都会是在 发展到这里来 发展到这个类型的讨好者 所以我们在老师的惯性讨好这本书当中 一开始就看到在第一张扭曲的善良里面 有六种讨好者的类型 老师在每一个讨好者类型的后面 其实都有一些练习或是重新思考 教大家怎么重新思考 最后就会有一个部分是 让大家开始重新梳理自己的情绪的一些 练习的作业 那六种类型 其实都有各自重新思考的方向吗 其实这六种 这种六种类型 我虽然把它分六种 其实大部分我们大概是一个混合型的 对 或者是多重型的 对 那所以你从六种的故事 主要就是去看出 或者是去辨识出 你自己可能在哪一个生命经验 哪一种经历里面 你可能也会有这个倾向 对 那我们把它整合下来 所以第一章就会有一个后续的作业 主要是你整合 最主要还是回到你自己的故事 那所以我会 在这个六个故事的类型里面 会有问你说 那对你来说 如果你重返童年 你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然后你看到活在什么样的环境 然后你看到你的照顾者是怎么对待你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姿态 因为讨好是一种姿态 对 他为了生存 他必须把自己说起来 然后他必须不能活得非常的 这样子一个好像站得稳的状态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小孩说起来的样子 对 最主要就是我们在疗愈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你会不会对你过去受苦受伤的自己 其实是抱有一个感情的 你能够去关怀 回头想要关怀童年受伤的自己 而不是在认为说都是因为你童年 就是长得不可爱啦 或者是就不是大人他们喜欢的那个样子 所以你就一直还在怪罪你自己 这是对你自己的生命一个最大的伤害 好 所以在这个第一章 如果你拿到书 第一章看完之后会有一个 梳理自我的练习作业 那当然其实后面的部分 我们讲到了要怎么样去 把原来的这个伤口去触摸抚平 走出心理迷宫 那在这个部分其实 老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刚刚有一直在讲的就是 我们在讨好的模式里面啊 大部分都是活在一个 必须是乖小孩的心灵状态 那如果你内心活在一个小大人也好 乖小孩的心灵状态的话 你是用小孩子的眼光跟心智状态 在理解你跟别人的关系 还有这个外在的世界 那小孩子怎么可能有能力客观的了解呢 他一定是用了一个非常的主观 而且可能偏颇的一个信念在活着 譬如说有一些带着小孩心理的状态的人 就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得到所有人的喜欢 我才代表我够好 可是问题是所有人的喜欢 这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辨识出我们有一些 其实不是那么客观事实 失真扭曲的信念 我们把这个信念 因为这些信念 其实是造成你的一个心理上面的牢笼 然后也是你绑架你自己的来源 然后你也是走不出你的迷宫 所以你必须要先能够看见这一些信念的存在 然后解开这些信念 让你内在已经没有这一些你走不出来的迷宫了 好这个听起来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其实要过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难 非常困难 真的是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刚还是回到最最初我们所讲的讨好这件事情的最需要去探讨的议题就是自我存在的价值 要怎么样去发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其实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有价值 就像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做天生我才必有用 只是因为我们在后天就是家庭的环境跟大人的对待里 甚至是求学过程学校的一些环境的一些影响 我们以为价值是一种唯一标准 一定要怎么样的价值才对 我们忘了去辨识出 其实在我身上也有我独特性的价值 比如说我不一定是顶大的 但是我其实是一个能够在平常生活中就对别人友善 我可以把一种关怀带给我环境中的其他人 这可能是我的特质 那这也是我的价值 所以我不一定要认同那个唯一标准 那现在我们的社会的运作 其实都很容易会有所谓的唯一标准 要么就是你的学历学位你的名次 要么就是你的财富 要么就是你某一种地位跟条件 所以大家在那种条件的比拼下 其实常常都有那种自叹不如 那你就忘了你其实 本身生命就有你的价值存在 其实这件事情我最近有很深的体悟 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15岁的女儿 你知道吗 最近呢她常常就跟我聊到有关于 就是她现在处于一个人生的迷惘状态 就她她觉得自己做 她觉得现在任何事情都是很没有意义的 那比如说你她心里面最希望成为的就是 她跟我讲她现在的心愿 她最大的想要未来想要成为的样子就是 被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人 她希望成为一个名人 可是这个名人呢她就锁定在 我觉得她们很容易锁定在 比如说她想成为一个艺人或是网红 真的好多好多这样的人 那我就说其实你在 我说其实在各个领域里面 都有她 你都可以发光发热的 都可以啊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 比如说律师好了 我说的不是那种在网路上 那个粉砖经营的很好那种律师 我说是真正的在专业律师界 大家听到她觉得她超厉害的 这个在那个地方也是一个 她在她的这个这个场域里面 在她的领域里面也是一个名人啊 是对不对 呃并不是一定要成为美光灯下 或是在网路上大家去讲的这个焦点才好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 现在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然后她就很希望往那个 然后她就会觉得 如果我一生当中都不能被别人看见 那我这一生活的还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是 然后甚至是 好比如说她昨天又跟我讲到一件事情 她就会讲说 呃她讲了一个很可怕的词 她说她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 就是把一大堆 她说我们每天在学校急急盈盈 为了分数为了考试 然后到了到了社会上之后 就急急盈盈为了工作为了赚钱 对 这个社会不就是把一群小社畜 变成一群社畜吗 我说啊 我说她说你 然后我掰住之后还问我说 你知道社畜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我知道 我说那那你认 你觉得我说我知道 但你的理解社畜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她就说就是急急盈盈只想着赚钱的人 叫做社畜 我就说其实我觉得呃有很多东西 其实它是 它是有很多面向可以去讨论的 但我觉得非常可怕就是呃 比如说像当年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不见得是 想着是我将来要成为名人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将来要成为名人 但是就是在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我有兴趣的 我想去 慢慢摸索 对 探索自己 所谓的自我价值不是成为名人 才是一个自我价值 是 可是我觉得好多孩子 现在的孩子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其实是会迷失自己的 这就是一个心理迷宫 对 但是如果今天这个阶段出现在呃青春期 我觉得还可以有一些方式去引导 但是如果已经到了四十岁了 五十岁还在这个迷宫里面 其实是比较辛苦的 他就很低落咯 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他这一辈子 他都觉得没有办法去肯定他自己哦 真的 所以呃刚刚讲到这边 我突然间想到这个 都很有感受啊 就是在最近的跟这个亲子之间的对话当中 不过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来聊的就是 不管你是哪一种讨好者 其实你脸上都带着一个面具 嗯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如何卸下你的面具 然后接纳自己真实的样子 我们不是一定要是某一种样子 别人才会 接纳我 喜欢我 是 还有 就算别人不接纳我不喜欢我 我要如何接纳我自己跟喜欢我自己 对 这可能才是我们在面对这个讨好的议题当中 更要去着力的点 对不对 没错 好 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聊 礼拜四 男女大不同 我们来聊的是惯性讨好 那苏兄慧老师的惯性讨好这本书 其实是比较针对 之前我们说的 成为自己内在英雄 六种原型人格当中的训道者 来做一个更详细的说明跟梳理 那其实训道者你刚刚一开始有讲到 有假的也有真的 嗯 真的训道者有说过 他一定要先从斗士的自立 跟所谓的自给自主还有就是界线的设立 他才进入到训道者才不会被掏空 浩劫 那所以如果说他是为了不得不 比如说他是从孤儿跳上去的 因为孤儿就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一种保护跟照顾 他有很强烈的失落感 可是他在这种失落感或者是被背叛感 他以为是他不够好 所以他必须要先成为给予别人更多的满足 跟更多需求的那个人 他用这个东西来交换他的价值的话 那这条路一定是掏空 所以我应该还好 因为我是斗士过的 我斗士了很久 我认为我现在应该还在斗士跟次要原形式 这个训道者的这个阶段 所以这个真的训道者跟假的训道者 其实是有差异的 而这本书其实主要在探讨的就 就是假的训道者都比较多 你如果说你面对自己都有困难 你怎么可能真实的锻炼出一个真实有力量的训道者 但我们就讲到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你要卸下一个讨好的面具 可是那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面具就是保护我的呀 对啊 所以这个就代表说他内心没有安全感 他安全感的建立还不足够去支撑他自己生命的存在 所以如果你真的还是觉得你对自己的生命肯定啊 其实是不确定的 然后你也是没有办法回来认同你自己的话 你当然还是很容易会是想要借中外借 或者是他人的反馈 他人的标准 他人的一个评价 来认定自己 我们小朋友有个阶段叫做近我阶段 你知道近我阶段就是他一直在从 看别人的过程好像在照镜子 比如说他长得那么高 啊我怎么长那么矮 你长那么漂亮我怎么长那么臭 啊他成就好高啊我怎么成就这么低 你看他一直在照镜子 他没有办法让别人是别人 他自己是他自己 所以他在别人看到闪亮亮的过程中 他一直看到自己的不如人 这不是只有小孩耶 我觉得好多成人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还没有成熟转化 就会带着小孩的状态上来 其实他在过程中 就是你到大概十一二岁以后开始 你就开始要认识自己 发展自己 然后探索自己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阶段 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容易 就是大家一起在聊天 讲到某个朋友的很厉害的成就的时候 他就会变得很自卑 他就会说哇你看人家多厉害 你看我们都是童年的 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这样 他一直在照镜子 我就会说可是我觉得你很棒啊 他看不到 对我觉得你很棒 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你知道很多人都觉得你已经很棒 都是拿你在说他超厉害超强的 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 而同样的当我们 比如说我很喜欢去跟大家分享说 我那天又碰到哪个人 我觉得他真的超强 他在那个领域里面怎么样怎么样 而我是真的是发自内心觉得他怎么那么厉害 但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同时 我并不会觉得自卑 我为什么要自卑 那本来就不是我的领域啊 没错 叫他来我的领域他一定 那我一定 搞不好他也会觉得说 他超厉害的 他可以这么容易这样子 几里瓜啦就讲三个小时 我都办不到 那不是我的领域 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分 每个人他有不同的存在的价值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 他都独特 而且他都可以去发挥出来 我每次跟我那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天哪 我们两个真的是很不一样的状态 然后我会觉得他这样好辛苦 是是 因为他对于自己没有办法 反馈跟肯定的时候 他就只好一直拿别人来做一个对照主 然后我就要一直肯定他 因为我就要一直说 跟你你明明就很棒 你到底为什么觉得你不好 可是他这个状况是一直存在 几年下来我们每一次聊天 只要聊到 我觉得最近我碰到哪个人 真的超棒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笑 那怎么办啊 他还是要有一个关键啊 他能不能回来去看到 意识到他自己这个状况 带给他的一些痛苦 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啊 人没有到痛苦极致 他真的没办法清醒 就说当我觉得这一招还可以用 当我觉得这一招还可以过日子 甚至这招带给我某种好处的时候 他是不会去想要调整他的 而且如果他一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就会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 其实很容易真的就是会戴上一个讨好的面具 是 那所以最后其实老师在 老师的书里面中间 当然有很多这个比较细部的一些练习 这本书里面其实 有18堂课让你找回关系的自主权 可是最后其实老师做了一个很温暖的结语 卸下讨好的面具 慢慢接纳自己真实的样子 这边就写 你当然可以做一个善良的人 也可以做一个热心好于助人的人 但要成为一个有力量的善良者跟热血者 你本身需要稳定的高自尊 内心有对自己能力的相信跟认同 我觉得这几句话真的是太好了 只是怎么做 就是这本书的前面告诉你怎么做 要慢慢修炼 要扎实修炼 因为有些人很想要走捷径你知道吗 他觉得只要不费力的 然后你们怎么样就可以帮我安装一个什么 我就立刻改变成那个我觉得最好的状态 其实不是不是 所有的内在的更新跟调整跟提升 都是要稳扎稳打的 真的都是要扎实的练习出来的 所以你如果回避面对你自己 然后你一直还是学习用那种负面的 否定的眼光贴自己标签 那怎么看都是别人比你还要阶层还要高 心理地位永远就是别人就是让你仰望 你其实没有办法回到 我们其实人对人就是一个对等的 平等的看待就好了 你尊重对方也不代表你要贬义自己 你就是要从很多从认知的 从你的态度的 从你的价值观的 从你对自己的情感状态 你要能够全面的更新它 老师你有走过到假的训道者那边吗 有啊我早年都是假的训道者 所以我吃了很多苦头 所以苏宣慧老师也走过这一段路 是可以成为真的训道者 又成为像现在的魔法师的 就是磨练 磨练 修炼 但是我觉得自己修炼要静下心来 去整事跟做练习 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这么庸庸碌碌的生活当中 如果你已经进入到训道者 你刚刚做了那些题目 你就会发现你很多时间 其实都是留给别人 你根本就没有时间留给自己 怎么可能会来做这种自我的练习 所以这真的是需要整个重新去分配 你呃留给别人的时间 留给自己的时间跟心 心力哦 关注的焦点 这是这是很不一样 像我的心 我今年有个新年新希望 我列了几个 其中之一是 呃要再把 就是焦点多放在自己身上 多关注自己内心 真正的需要 关怀自己天经地义的 这个是我2022年的新年新希望之一 就是多关注自己内心真实的需求 是 可是这真的很难耶 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难在什么地方 我其实不知道我 我其实不太知道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因为你问我什么事情会让我快乐 我回答你的会是 我只要我身边人都快乐 我就很快乐 我看到他们都很开心 我就觉得很开心 这就是我最大成就感的来源 我到前几天我还在跟别人讲这句话耶 老师觉得我非常需要练习 对不对 太可爱了 对这个 这个你知道这个真的很难 所以当我写下了这个新年新希望说 我希望2022年 我能够重新的多 我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在自己身上 对多体会自己 对体会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 然后我就开始想 我的需求是什么 什么东西会让我快乐 结果又是那个 这根本就是一个无限回圈 太难了 所以需要静下心 看看书 在里面找到 也许真的有一点点我自己的那个样子 然后来做那样的练习 没错没错 好 惯性讨好 苏炫慧老师第26本著作 希望在2022年的一开始 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 省思跟感受 跟着苏炫慧老师一起来练习 那今天很谢谢轩慧老师 也谢谢 所有听众朋友的陪伴